作词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福端 替我去寻一些书解 要那种 只教人勤勤爱爱 不缺人向善的 我都要 女公子尚未嫁人呢 不看圣人典籍去看这些 有些出阁吧 我让你去你就去 否则我回都城 我就跟连峰说 你如今翅膀硬了 不听我的话了 你看他如何收拾你 别 女公子 福端都听你的 但求女公子 在连峰面前 都夸夸我 只要你能帮我寻来 所有叫人如何做夫妻的书籍 我定教你夸的 天上有 地下屋 赴 赴登这臭小子 哪去搞来这些阿萨的书 没眼看 你认识没眼看 这么多 叉叉 我不是 我 你在窗户外干什么 吓我大跳 听完福端说你在口夺 特点来送脚给你助力的 没ă! 不然你有良心 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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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怕什么 你看到了 看到了 我们二人聚在一起 也是常看的 你说漏嘴了 没想到啊 你们这些二人凑在一起 竟是做此等龌龊之事 孔夫子曰 十色性也 何来龌龊 再说 我又不常看 孔夫子说的 那应该是没错 那不如 我们一起学习学习 圣口 嗯 好 有什么 我 那少许 是 有什么 有什么 小学生 我 不过 是 这 我不过 我 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少商 若是陈伯夫人始终反对你我 你是否还愿意与我一起 阿勇 你放心 无论我阿牧如何反对 我都要与你必尖而行 不过现在我们真得好好想想 如何谈情说爱 此刻我们两个人不就是在谈情说爱吗 还要学什么 是啊 阿勇 你真是句句话说到我心坑里了 如今我们就是在谈情说爱 为何要跟书简上学 到时把我们的故事在写进书简里 让他们跟我们学 说得好 继续喝 我若当初听了长辈的劝告 与皇府仪澄清 如今还能有这般舒心日子 你我虽为长辈 但也并非事事都能料对 这鞋子何角与否 得穿的人才知晓 这与谁过日子舒心 只有自身最为清楚 你也觉得我不应该干涉他 那师父且说说看 究竟哪里不满意楼谣了 能听闻你气得不得进食 便送来各类吃食 哪怕师父此刻要龙肝奉随 他也能给弄来 如此还不够吗 娄公子倒是个支礼术 懂冷热之人 可是娄家二房的近况 我不能看着娘娘 往火坑里跳吧 师父不如换个想法 那娄家二房示弱 人丁担保 寡母长兄 子博会欺压娘娘 况如今娘娘带人接物 和风细雨懂得体谅 这婚后必定能相处融洽 师父是还有庞的想法 若将来泱泱的夫家 没有娄氏门第高 我担心葛氏会心生埋怨 再者说 泱泱为长 礼当仙价 若鸟鸟抢了仙 岂不遭人闲话 又来了 师父这心理总是规矩大过于天 我早就跟你说过 这佳雀和雄鹰 总能一般养 这鸟鸟的相貌秉性 是遮盖不起来的 泱泱自有她的好处 将来也会姻缘美满 若顾忌这些而耽误了鸟鸟 那更是师父的大大不盖了 弟父就不必相劝了 这门婚事 我是定然不会同意的 师父若真要退婚 我看也不能这么公然地宣之于众 那娄家非小门小户 若如娄家第一次退婚那般 闹得沸沸扬扬满城皆知 那娄家脸面如何挂得住 你以为娄家 会像对何家那般稀释宁人 我知师父下决心 那定是石头牛也拉不回来 如此不如听我一计 偏你主意多 说吧 这世间男女本是如此 也许未必有多深的情谊 可若父母阻碍 他们便立刻觉得 自身是对苦民燕阳生死不离了 若师父真想考验鸟鸟的真心 不如暂且放手随他们去 没多久 他也许会自碰难枪回头 过去 杨 想想原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啊 好笛 好曲啊 女公子可是顺华的侄女 慢点 小女陈少商 老丈子使得我三叔母 老夫皇甫仪 多谢成娘子 那日替我传话与你叔母 原来是那个千方百计 想找人传信的皇甫大夫 死君令人老 宣车何来迟啊 前几日 老师 我听闻你叔母受伤 怕她行动不便 便特意 打造了这辆姚车赠送予她 谁曾想 你叔父又将这车送给了你 这姚车是三叔母赠予我的 她的伤皇甫大夫不必担忧 从包扎到换药 甚至水溪伤渴的农业血水 三叔父不假他人 全都是事事轻微 若没有别的吩咐 我们就先走了 只是看着天色郁郁 恐怕是要下雨啊 我们可没触躲 放过这座山坡 就是圣上猪鼻鼓的别院 承娘子可愿前往啊 既然见不到你叔母 能与承娘子相许一番 也是好的呀 本不想去的 湖南天要下雨 免为其难 多谢皇甫大夫老 请随我来 双双 我们现在赶快去 未必来不及多样 我三叔母 不愿将过往这事细讲于我 为何不趁这机会 去听听故事呢 走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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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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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是林将军 因凭乱受伤 伤久不遇 圣伤特地留他在此休养 林将军 伤课好些了 林将军 善剑雄 你们进都在这里 你们还不知晓吧 我在议清了 那就是他 他就是你们未来弟父 再去备一碗吧 是 才两月不见 成娘子就要结亲了 善剑与你道喜啊 多谢袁公子 这鱼也下下来了 不如我们尽快动身 续别院吧 雨势不响 我们一同前往吧 成娘子 你就坐我的马车了 你那摇车虽有雨盖 但这雨夹风势抵挡不了多少 听闻你风寒出狱 若是再淋了雨长的病毒 若是再淋了雨长的病毒 就不好了 娄公子 在下备有缩一快马 若不介意 你我一同骑马前往 那就谢谢紫辰兄 少长 你快去 我随后就到 那你可得快些 女公子请 多谢林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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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法 外国 仇司江军 表演到了 有劳林将军 拘手之郎 陈娘子 此处乃前朝匠人所建造的别人 你若感兴趣 在下可陪你逛一逛 此处离华县有多远 雨时太大了 就算赶回去 城门也该关了 今夜你便宿在此处吧 我已经差人前往华县通报陈县令 你不必担心 多谢林将军了 陈娘子方才淋了雨 带她去梳洗吧 我等阿瑶一块 罗公子我自会照耀 你快些去吧 你不自欺 走 走 双双 阿瑶 你居然又已亲了 可不能就此沉迷温柔香啊 别忘了白露山夫子们 对你的尊尊教诲 当然不会 我与你大兄是同窗 今日 我便代他尽些兄长之责 考教考教你 功课是否荒废 好 不是吧 别院中正好设有一间书屏 二位若想温惜功课 那书屏 不失为一个好去除 这边开始考教啊 一个时辰已经过去 为何不能考教啊 你若素日只潜心用功读书 怎会心中如此忐忑 好吧 善情兄请问 我问你 你为何忽然来划险 还与那程四娘子一亲了 这 这也不是书上的内容啊 我没说只考你书上的内容啊 我已仰慕上伤已久 就想着离他近些 我就跟来了 仰慕已久 你是仰慕他满腹算计 还是仰慕他心思深沉呢 善间兄误会烧伤了 他只是足智多谋 比其他女娘聪明机命罢了 他也就哄哄你这般蠢笨的 我且问你 他又是如何认识林子盛的 上次遇险 子盛兄于叛军手中救下烧伤 烧伤还帮到治伤来着 治伤 他还懂治伤 英雄救美 真是好生死无他 不对 他怕是利用治伤 来换取林不宜 护送你们去华县吧 山剑雄 我不知你与绍商之间 有何误会 他又是如何得罪了你 但他确实 并非如你所想象的那般不堪 得罪 算不上 我与他又不熟 我与你阿兄 好歹是同窗好友 我只是提醒你 莫要被他那娇花式的纯粮模样 哄骗了去 这女娘可不是好相遇的 小心折损家族 自身 是 罗公子 袁公子 晚膳已经备好了 将军请你们去前厅用膳 好 行 行吧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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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 这边请 与夫子攀谈倒也方便 没事 你去吧 请吧 愿战乱休迷 风调雨顺 愿岁月不回 往事不哀 二十余年了 自我遭利利加害 不得已离家游历天下 已是二十余年了 程娘子 今日我遗老媚老 随你叔母叫你一声 少商可好 大夫随意便可 我们相逢既是缘分 少商 今日 我同你讲一个小故事 可好 可是讲夫子自己的故事 不过是个小故事而已 切勿喷着他人 不过是没有 姐姐 我好 请吧 请 我好 还好 还好 你冲在这里 因为你缘分了 别总了 你缘分了 我碰到你了 把你当一直备看 我回来 你不能见到这儿 后名声斐然 受尽追捕 这位公子 有个自有定亲的未婚妻 可惜 因未婚妻容貌平凡 公子觉得 未婚妻配不上自己 夫人 我在寺医馆处寻了个方子 说是公公养颜用的 夫人肯想试试 我容色平平 何用养颜 也就你会帮我留意这些 你娶了我这无言女 如今可是后悔了 我若是看脸娶妻 我为何不化个妆 把自己给娶了 这天下 我还没见到哪个名娘 比我更倔 是你呀 可惜啊 皇甫仪可不是这般想 她当初并不甘心娶我 夫人 能不能不要再提这个 背心弃义 心虾眼亡的家伙了 那个人家防大难远顿他乡 你当初没有提出退亲 已是人至义尽了 那未婚妻家中亲长 也纷纷劝说她退婚必灾 可她 力排重义 不肯背心弃 非但如此 她一个小女娘 还以一己之力 承担起照顾公子家眷的重则 更甚至 她还要 备受未来军雇的刁难 所作一切 只为盼公子早日归来成亲 而她这一等 就是七年 父子是我直言 那公子 就不敢让未婚妻吃的 陈娘子说得也不无道理 天若无道 人就该遵循天明 天若有道 自不会让有情人分离 陈娘子带人一向刻薄 诚娘子带人一向刻薄 敢问陈娘子 倘若遇上这一世的是楼公子 你等她还是不等 袁公子这问题 问得当真是不刻薄 好 那袁公子说我是刻薄 那我就问一个刻薄的问题 倘若是女意义上这样的祸事 你是等还是不等 我先问她 请陈娘子先回答 我不过是反问袁公子 请袁公子回答 少生 我不会要你等的 我没说错 我没说错 少生 我一定不会让你等我的 陈娘子 可真是寻了一个好男婿啊 公子王父 有位十分了得的护卫 陈公子王父当年恩情 自告费勇 愿护送公子南下流亡 途中为保护公子不幸灵魂 护卫临死之前 将自己的孤女托付于公子 谁曾想 就是这段恩情 断送了前世情人 这段恩情 断送前世聂缘 也未尝不好 原本七年后 她终于得以归家 为我阿父贺寿 并与我完婚 可那这些她两年的孤女 非在她归家时福度自尽 若非她执意照顾孤女 拖着归家脚步 我又怎会在阿父寿宴上 再被羞辱 未婚妻在寿宴上苦苦等待 一日一夜 谁知 公子并未如期而知 公子并未婚妻 公子新知 未婚妻心中卑不自胜 定要与其见面 诉说各种原因 苦苦哀求其数日 才得以相见 谁知 未婚妻 开口就是退婚 公子深知 她此时正在弃头 向甲乙石 带到其平心尽弃 谁知 等到的 却是她有下于旁人的音讯 你既可为旁人拖住归家脚步 我为何不能嫁与旁人 我非要快刀斩乱吧 从此 斩断于你的前程过往 公子 公子 百思不解 未婚妻苦等了她七年 为何眼看花期在望 最后 却天偏在这一件 屈须须小事上 密鼓不坏 敢问 这位公子 一直对未婚妻的相貌 暗暗惋惜 这未婚妻 可心知肚明啊 那是公子您少之想 后感动于未婚妻的情深意后 便再无此等轻浮之想了 那未婚妻要的可是公子的感动 他不过是希望 心圣之人能将自己放于心圣罢了 只不过 没想到自己会碰上一个 自负又薄情的混账 父子 我倒有一问题 若你是那公子 未婚妻和孤女同时调入河中 你应当救谁 陈娘子不如这么问 若未婚妻汇一点水 江江能在水面上扶得片刻 而孤女丝毫不会水 若夫子是公子 先救谁 没错 林将军 若换作是你 你先救谁啊 刻薄 谁最刻薄 你最刻薄 是什么 若换作是我 自然是先救未婚妻 若先救孤女 未婚妻可能被水草缠住 可能叫水流冲走 若公子真把未婚妻放在心上 又怎会让心上人 有半点不测 难道就眼睁睁地看着孤女死而不救 若是 若是我 我也是要先救受伤的 阿阳 还是你对我好 我就知道 你不会弃我于不顾 那未婚妻并未调入河中 此假设不成立 那姑娘也未曾调入河中 只是自行服毒罢了 人死了便死了 只需给那名护卫过继子嗣 将来保她升官发财 让她的香火得以延续足矣 未明有些对不住那名惨死的侍卫 对不住便对不住了 人身在世 怎可能人人都对得住 此话说得有道理 家父也是武将 战阵之上 为护卫他这个主帅 死伤的将士不计其数 也没见所有的将士妹妹女儿 都要驾驭我阿父的 说到底 要是那公子 早些打发走那姑女 也就好了 这姑女不过就是个 跳梁小丑 不值一提 放在林将军说得甚有道理 天有道 自不会让有情人奋力 这未婚妻既不能相信公子对自己表面冷淡 实则有幸 又不能相信公子对那姑女确实毫无情谊 这两个不能互信之人 如何结为夫妻 这未婚妻约是想明白了这点 才断然退了婚 她用了七年时光 来证明自己对公子的歉意 又断然退了婚 就是为了告诉公子 她虽相貌平凡 但心意 她虽然退了婚妻 绝不能清楚 她虽然退了婚妻 夜冷风寒 别再照亮了 还是批一下吧 林将军自己用吧 我身子好 不需要 子慎以为 那未婚妻时乃大职大会职 她虽然退了婚妻 拿得起放得下 一旦想清楚 便毫无留恋 她现在遇见了对的人 余生幸福平安 对吗 如今的她 再幸福不够 人生百年 选对人走对路 方得大心 臣娘子当真觉得 眼下所选 是对的吗 受伤 受伤 我给你个儿童谋 小心照着 肯定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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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